第一 王岐山10月12、13日被安排访问哈萨克斯坦 回国后将被隔离十天 学习二十大 请问七哥这个安排背后有什么故事?谢谢 第一 王岐山是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 像林彪啊 刘少奇啊 李源潮啊 就是拿来既不让你死也不让你活好 它是政治工具 主要是干啥呢? 送死人和别人升官去吃宴席 啥叫吃宴席?咱们老家呀 山东老家 就是村里边专门有这种人 叫做明白人 就是给村里出版死人 黑喜事 过周年 人家结婚忙活着忙活着人们照理什么的 那么大明白人就是我爹干的事 大明白人就是给人家张罗这事的 什么厨师啊 锅碗瓢盆啊 是吧 借东西啊等等就是这个的 那么小明白人就是给大明白人当指手的 就是去送个死人呐 过个周年 喊两嗓子 这人基本上就混吃混喝 那么现在王岐山在中共里边就是什么 专门就是习太阳不愿意去 送死人 什么结婚呐 王子结婚呐 什么女王过世啊 是吧 什么人家这个 举行个什么价免仪式了 飞过去 忙活那半小时一个小时 也没人搭理你 大家在电视上看的都是假象 啊 你真去 这种国家领导人去参加一个什么追悼式 或者什么这个总统就职仪式 无聊得很呐 飞过去 广办手续 办一整天 是吧 然后到那去排队 你像王岐山这一样 人家很多国家领导人去 是吧 很无聊 就是折腾死你 我也不让你带监狱里边 我让你活不好 这就是共产党 这个副主席他比李元潮还惨 回来这个关于这个被隔离十天啊 这说法不准确 这个王岐山不会真正的隔离的 不会真正的隔离的 反正就折腾他呐 反正也不会让你什么异事啊 多大的事也不会让你异 说明王岐山已经远远早就成了摆设 远离了权力决策中心 这个共产党的大明白人很惨 没有什么背后故事的 七个早就说过 他一半已经失去自由了 公会干部啊 公会干部啊 公会干部吧 人家来了 大家还知道他能办点事 你王岐山这啥事办不了 就是个仇子 看楼下电视就完了 就让他去韩国 就我好几个朋友都是国家的元首 看到王岐山在那儿坐着 他说王岐山整个真是太老了 无精大采 就是摄像机对着他说啪 然后就很认真 脖子歪的 跟他们烧鸡似的 是吧 脖子歪烧鸡的 看着镜头走了 马上就不行了 说啊 非常差劲 精神状态极差 身体状态极差 他说可跟原来的王岐山不是一样了 他们也不能过去打招呼 就是老远的有两个人挥挥手 哇 完了 尢尤尤尤尤尬